男孩刚收到奶奶送的生日礼物 他正想走向可爱的孙子时 脸上的表情突然一变 小帅马上走上前 把母亲扶上楼 小白只能对着电话 祈求奶奶别生病了 小帅带着儿子来到母亲身旁 小白不解 奶奶怎么不起来 这时小帅向母亲打招呼 老妇人却已经认不出儿子是谁 小帅连忙开口 小美听到瞬间不乐意了 小白问起奶奶怎么了 老妇人表示自己太孤单 她想带着小白一起走 他们两个一起去到远方 小帅夫妇不敢置信母亲说的话 临死前还想带孙子一起走 正当她还想说出带走小白时 突然整个人没了气息 小白伤心地抱住小美 小帅握紧母亲的手哭了起来 伤心的小白失神地站在池塘边 小美连忙过来 把她拉进屋里 随即她让小白上楼自己玩会 儿子走后 小美说起母亲的事情 她去世后 小白就魂不守舍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小美去世了 那时她还喊小白做儿子 小帅连忙安抚小美 母亲当时是迷流自己的迷糊 小美闻言向丈夫道歉 她过于介意了 她正想上楼找儿子 突然听到小白诡异的自言自语 小美来到门边 疑惑小白在和谁说话 她连忙把电话挂掉 小白天真的说到 奶奶给她打电话 问能不能去陪她 一个人在下面真的很寂寞 她不停追问 可不可以陪奶奶 小美瞬间把连沉下来 冷冰冰地看着那玩具电话 这天小帅夫妇刚回到家里 保姆小丽紧张地坐在椅子上 这时 一旁的邻居很抱歉来打扰 关于小白的事情 她刚刚坐着颤抖了20分钟 小美猛地回头 小丽连忙解释 小白没事 小帅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邻居恼火小白突然跑到她面前 要不是老司机没杀住 就直接撞飞了 小美吓得连忙跑上楼去 小帅疑惑 儿子不会在大街上玩耍 小丽也没想到 小白会突然跑到大街上 她不停向小帅道歉 小帅并没有责怪任何人 在床上愣神的小白 听到声音马上装睡 小美近来看到熟睡的儿子露出笑容 但小美刚走不久 小白又开始发呆 此时邻居觉得她应该和儿子聊聊 她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有人在叫她 小帅惊讶 是谁会教她 这时小丽说道 小白只是整天待在房间里 一直对着玩具电话说话 小美听到这话冷的寒毛竖起 她瞪大双眼地看向楼上 小美再次来到儿子门边 里面传来了小白的交谈声 她让小帅听这些对话 小帅绷不住 直接打开了门 小白见父母进来 急忙挂掉电话 小美冷着脸直问小白在和谁说话 小白低下头说道 别跟着我 你跟着谁 你会告诉我 你现在说我意思 小帅告诉儿子奶奶已经走了 不是遥远的地方 是真的死了 小白知道 奶奶是真的记了 小帅安抚儿子 假装玩通话游戏可以 但不要在小美面前这么做 随即她走出门去 小帅刚走没多久 里面又传来交谈的声音 临睡前小美 在镜子前梳着头发 小帅在窗边郁闷地抽着烟 母亲突然离世 她便有了葬礼后遗症 常常愣神想起母亲的身影 她解释 老母亲是没有恶意的 她连着腰折了两个孩子 才生下小帅 在他们有了小白以后 她便重生 有了第二次生命 但小美根本不能理解 这种畸形的爱 小帅只能紧紧抱住 妻子安抚过去 深夜里 小白房间传来交谈声 突然小美从梦中醒来 她听到了儿子诡异的笑声 连忙披上外套走出门去 她静悄悄地来到门前 小白还在兴奋地问奶奶 吃不吃冰淇淋 小美直接上前 一把抢过电话 这时小美发现儿子不见了 两人急忙跑下楼 寻找小白的身影 小美连忙跑到池塘边 大喊小白的名字 此时三人不停抢救着溺水的小白 小美嘴里不停说着 小白被她带走了 小帅急忙捂着妻子的嘴巴 这话可不心说 男人告知小帅需要渺茫 要是能早点救起就好了 小美痛苦地颤抖哭泣 小帅来到房间里 看到地上的玩具电话 她拿起话筒自顾自地说话 如果母亲真的爱小白 就把她还回来 她难过小白才五岁人生还没开始 既没体验过上学 也没谈过恋爱 对于足不出户的小白来说 面前有着整个为涉足的世界 小白让她得到重生 现在请她也给予小白生机 这是客厅的三人惊呼救活了 男人兴奋地表示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小白现在活过来了 这时小帅从楼上走下搂住小美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或许是老夫人放下了执念 亦或许只是奇迹真的降临了 这时小帅从楼上走下了执念 这时小帅从楼上走下了执念